天下没有什么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大家利益有志一同的时候 暂时我们可以同道而行而已 第一名最挑朋友的星座是 你有订阅牛星文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鱼 挑情侣要谨慎 挑朋友那就不必了吧 毕竟大家普遍认为 情侣有可能是要相处一辈子的 但朋友好像必然会来来去去 不能强求啊 不过啊 有些人可不是这么认为哦 我们来看一下 十二星座中 交朋友最挑剔的星座 前五名 有谁呢 第五名 天平座 天平座对于交朋友这件事情 他心里面一定觉得说 价值观不用太合 但是也不能太不合 因为朋友之间 虽然不像情侣之间 需要每天的生活啊 吃饭啊 甚至是睡觉都要磨合在一起 但是啊 朋友之间还是有一条规则嘛 叫做情趣相投 如果我们聊不来 喜欢东西也不一样 甚至有些观点 比如说生活的观点 交友的观点 还有政治观点都不一样 那这朋友交的也很无聊 是不是 尤其是天平 平常跟什么人 他都相处的来 所以对于朋友啊 他在这方面呢 就稍微挑剔一点 因为朋友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可以聊得来嘛 聊不来还要干嘛呢 难道我下班继续要工作吗 天平座交朋友挑剔的原因 不是情趣相投的朋友 那就不用交了 第四名 巨蝎座 巨蝎座啊 平常对朋友呢 他是会很关心 很照顾 但是呢 很有一套自己的做法 通常巨蝎在一堆朋友里啊 他有点像是什么 妈妈的角色 毕竟以巨蝎的个性呢 他就是习惯表现自己是那种 对你的生活照顾有佳 对你的心情也是很关注 他就是有这方面的优势嘛 如果你反过来说 让巨蝎帮你什么修修电脑啊 还是告诉他说 哪一个旅行 其实我可以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巨蝎才比较有点头痛哦 因为这不是他的优势 所以巨蝎交朋友挑剔的原因在于 他不想要关心到不是朋友的人 关心所非人啊 那只能换来伤心 但是关心对了朋友呢 他换来的就是朋友之间的情谊哦 巨蝎座交朋友挑剔的原因 相处起来很放松的那才是朋友 第三名牡羊座 大家知道啊 牡羊对于朋友或者是非朋友 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叫做 说话做事很少转弯 他觉得做人不用那么假 不管是已经是自己的朋友 他可以很放松的相处 还是可能还不熟还是客户 还是客户还不是朋友 初出相识 那为什么他还那么值呢 他觉得因为他们有可能变成自己的真心朋友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 所以其实牡羊座心里面从打心底 是很想要交朋友的 但是他交朋友也知道 背后受过的委屈啊 被别人利用啊 暗算过的这种经历也是不少 因为他不想要转弯 那遇到转弯的人 他一定就是摔跟头嘛 在这种状况下呢 他就知道了 原来交朋友是要挑剔的 我挑别人不代表我坏 而是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朋友 才不会掉到别人的坑里面 自己还傻傻的满脸问号哦 牡羊座交朋友挑剔的原因 不喜欢被利用被背叛的感觉 第二名双鱼座 双鱼座对于朋友呢 其实他的范围很广 范围广不代表他没有界限哦 他的朋友有两种 一种就是职场上的表面台面上的朋友 另外一种呢 就是私底下的内心的朋友 但是在双鱼座心里呢 真正的朋友呢 也就那几个啦 因为其他的朋友叫做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而心里面的这些朋友呢 叫做我们可以一起吐槽 那可以接受双鱼座这些负面的啊 甚至是有时候爱哭哭啼啼啊 有时候不想负责任就懒在那边 或者有时候不切实际让朋友很担心 可以接受这些特质的人 才能被双鱼座归纳为是自己的朋友哦 这种包容力很强又了解双鱼 还能给他一点撒娇的空间 甚至是他装风卖傻的时候 还能继续欣赏双鱼哦 这些朋友只能挑过才有好吗 一般的人也不会这样随便去接受和包容他 是吗 所以双鱼座从心底里面 其实对朋友就是很实际的 相处的来 然后互相包容才是朋友 所以双鱼座不是不挑朋友 而是他的朋友只是分广义的朋友 和真心内在的朋友而已 双鱼座交朋友挑剔的原因 希望可以当一辈子的朋友 当然要挑啊 第一名最挑朋友的星座是 天蝎座 天蝎座本身就会觉得 天下没有什么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大家利益有志一同的时候 暂时我们可以同道而行而已 在这种过于理性过于人性化 过于入室的心态下 真的一辈子能交到几个朋友 真的不容易啊 天蝎座深暗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需求 在这种水至轻则无余的状况下 看太轻了很难去跟别人太接近 太交心哦 这种状况下其实天蝎感觉蛮孤独的 他还是希望放出一些自己的诚意 放出一些机会看一辈子能不能交几个真心的朋友 在自己危难啊需要啊脆弱没安全感的时候 可以站在他这一边 让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天蝎座有需要但是又害怕受伤害 这不只是表现在他的感情方面 交朋友方面表现得更为剧烈 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天蝎座 要把自己这种矛盾的心态稍微整理一下 比如说我们不要求交一百年的朋友 但是不是这五年十年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 是一团朋友 然后工作的时候是一个小圈圈团体 然后我们在某一些什么亲戚的那边 又是一个团体 如果把它分成不同的朋友圈 是不是对你来说这种情绪的压力就会比较小呢 天蝎座交朋友挑剔的原因 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两个就够了 在这阶段啊我觉得挑剔朋友是值得鼓励的 因为毕竟现在如果大家的生活圈都是很广阔的 工作也好或者是在家上网也好 好像交朋友本身就没有那种很强行的需要了 因为我们的时间都分散在网路上和工作上嘛 那如果你有那么一两个朋友真的是真心的 大家在任何状况任何困难的状况下 给我们很多勇气 然后突破人生的各个关卡 所以与其说交大量的朋友 不如我们稍微挑剔一点 交最好的最适合的朋友 好像对我们目前的状况是有帮助的哦 你可以at你的真心朋友在下面留言哦 把它们标记下来 永远记在心里 然后也用行动表达你的爱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 祝福你的周围都是真心的好朋友哦 我们下集见了拜拜 拜拜